貿易戰因雲籠罩 中共最近頻繁給市場派發定心丸 宣稱貿易戰的影響有限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破期的可能性不大等 但是市場並不買單 據上海斯爾亞斯和摩根士丹利的數據 今年4月和5月 約120億美元的資金流出了中國股市 是自2014年中國A股開通了滬港通以來 最大規模的資金外流 資金加速外流的原因 主要是中共最近的強硬對抗姿態 讓外界看不到貿易戰緩和的機會在哪裡 一方面 這對整個經濟面和企業盈利都會構成影響 另一方面 會造成人民幣匯率加速下跌 如果對抗升級 下半年人民幣匯率破期的概率很大 6月4日 韓國三星在中國的最後一家手機廠啟動裁員 5月底 在華美國商會的調查也顯示 大約40%的在華美商考慮 把生產線撤出中國 以迴避關稅 部分企業已經開始轉移 產業鏈的轉移 供應鏈的轉移 不可逆轉 甚至包括中國國內的企業可能也要加入轉移的大軍 那對中國不光是出口的問題 還有就業的問題 人民幣的穩定問題 外匯儲備都會造成巨大的衝擊 經濟不穩 失業風險上升 而中國的物價卻大幅上漲 中共官方數據顯示 4月份豬肉價格同比上漲14% 消費者食品價格上漲6.1% 中共農業官員警告說 今年豬肉的價格可能上漲70% 面對物價高漲 中共最近高調炒作反美言論 宣稱要與美國展開新時代的上甘嶺戰役 並向民眾宣稱 忍受高物價是愛國的表現 中共內部 一部分人現在認為 要像毛時代的朝鮮戰爭一樣 和美國打一場才有談判的籌碼 但無論是毛時代還是現在 中共都是拿普通老百姓當炮灰 維護中共集團的自身利益 而這會造成衝突升級 外資企業外流加劇 內資企業投資情形缺乏 失業率上升 居民無力消費 銀行不得不加快放水 進一步惡化經濟智障局面 週三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把中國今年GDP增長預期從6.3%下調到6.2% 明後兩年的增幅預期降至6% 新潘記者 玲瀾 紐約報導